刚刚划过一道闪电 大家有看到什么吗 那是球哥闪亮登场啦 大家好 这里是爱好数据分析 又独奶的球哥 喜欢球哥的记得点点订阅哦 在昨天 篮网与勇士的对决开始之前 很多的人都会觉得 状态火热的热火队 即将被篮网队击败 结束连胜 但是最终比赛的结果 却给了那些球员狠狠的一耳光 勇士以大比分拿下了篮网 并且还是经典的 三杰打卡下班时胜利 库里大战杜兰特和哈登 这场本来应该很精彩的比赛 最终却早早进入垃圾时间 不少篮网球迷之言很失望 并怒喷主教练纳什 而纳什也是在比赛 还剩下9分钟时 就主动放弃比赛 对此 名嘴史密斯在社交媒体上 批评纳什早早投降 库里打破了篮网 太牛了 纳什则在赛后公开认从 他表示 篮网和勇士 热火 公牛 熊鹿不是一个级别 不少球迷看到了 纳什的表态更气愤了 有人直言 他就是美国离铁 他配不上篮网主教练的位置 赶紧下课吧 没了欧文 篮网缺少了一个稳定的活力点 缺少乔哈里斯 没人给杜兰特和哈登 拉开空间 替补阵容也比较弱 输球勇士也是正常的 当然了 纳什执教水平不高 也是实 篮网的主教练水平不高 阵容漏洞也比较明显 需要想办法去补墙 那么今天 我们就来讨论一下 纳什这个传奇球星 转变成教练后 各方面的表现吧 首先 在面对外界对球员发挥 产生质疑的时候 纳什总是会站在球员的一方 去进行维护 在当初 哈登因为多方原因 发挥不好的时候 是他站出来告诉媒体 哈登之所以发挥不好 是因为自己考虑到 哈登的伤病原因 所以减少了 他的自主进攻次数 但是在将来 哈登的身体状态 调整回来的时候 曾经那个MVP级别的球员 也会正式回归的 这一番话在当时 无疑是让外界 对于哈登的质疑 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缓解 甚至引起了外界 对于纳什执教水平的质疑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 纳什作为一个教练的水平 我们需要通过系统的分析 才能得出结论 但是 在自己球员对面质疑时 能够站出来 据为他们遮蔽风雨的教练 一定不会差 只有这样的教练 才能够让球员 放心地将自己交给教练 去执行教练所下责的战术 在这一点上 纳什做得非常不错 而如果从其他的方面 我们再来系统评估一下 如果想要知道 一个教练是否合格 我们无非是从两方面进行考虑 一是攻 二是过 攻大于过 自然就是合格 攻不抵过 那就是证明 纳什还没够班 也就是能力不够 先来说说 纳什对蓝网队的贡献 上个赛季 杜兰特和欧文一直打打停停 并且在交易截止之前 蓝网不断有大大小小的交易发生 换而言之 蓝网在交易截止之前 可以说是一支十分不稳定的球队 根据NBA球队的发展法则 稳定是高效的前提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支不稳定的蓝网 在纳什的调校下 仍然变得十分高效 而最终 他们也打进了西部基尤赛第二轮 虽然最终 遗憾地以一厘米输给了熊鹿 但是在球队当家三巨头 欧文和哈登都饱受伤兵困扰的时候 依旧能够和冠军队伍熊鹿场拉满 最终仅差最后一厘米落败 我们依旧可以说 这支蓝网虽然并没有完成 我们对于他能够拿下冠军的期待 但是最起码还算不错 所以在上个赛季 纳什的执教成绩好坏一半一半吧 还有一点就是对球员的调教 蓝网在开赛初期 不被看好的一部分原因就是 他们当家球星有一些小毛病 例如杜兰特敏感的内心 和欧文惊世骇俗的言论 这些问题其实是球迷在赛场上看不到的 但在更衣室和球管外 这些问题就会被无限放大 每当这些问题发生时 就考验纳什的心理疏导能力了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纳什在这方面的表现应该是合格的 杜兰特现在也会很少去和前队友 争辩过去的是是非非了 而欧文在上个赛季初的那段时间后 也再没有抛出什么惊世骇俗的观点了 说完了功再来说出过 这里的过并非是纳什在执教的过程中 做错了什么 而是纳什自身的一些不足 第一点就是零执教经验 纳什失出无门 想自成一派又火候未够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纳什·菲尔杰克逊 在正式担任NBA主教练前 是跟霍兹尔曼学习过的 在没来到NBA执教之前 就已经在低级别联赛 带队拿过冠军了 纳什一是如此 纳什在这方面又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或许说到这儿有人要反驳了 纳什不是加盟过勇士的教练组吗 其实非也 纳什当年是以兼职的身份 加盟勇士教练组的 在球队中 也仅担任球员发展顾问一职 纳什的主要工作是 帮助球员训练 而非临场执教 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吗 毕竟在勇士待了几年 再加上自己球员出身 怎么都能偷学一点吧 其实这也是错的 众所周知 勇士是一支体系球队 杜兰特来之前 水花一直是这支体系核心 没了水花 勇士那套执教系统自然就废了 第二点就是 纳什在篮网 没有自己的球队体系 大部分球迷或许都不知道 NBA的教练中 也是存在圈子文化的 主打的包括红衣系 蝉失系 莱利系 以及波波系 以现在球迷最熟悉的波波系为例 现爵士主教练 奎英就是曾经 马次发展球队的主教练 现在的爵士队 在防守上篮板第一 防守效率第四 就有曾经 马次队的影子 反观那时 本赛季常规赛 还有各把月的时间结束了 但现在的篮网 依然没有拿出一套 属于自己的体系来 更多的依靠球星的 不断个人单打 球迷也是调侃道 纳什的战术就是没有战术 以无形打有形 为此 球迷还特意举例 当三巨头同时在场 连最简单的 挡拆下顺战术都没打过 全部都是个人持球单打 回到最初的问题上 纳什是不是一名合格的教练 答案其实是肯定的 体育运动或者是篮球运动 一直都是为结果论的 从篮网上个赛季的常规赛 拿下如此高的胜场来看 就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最后 纳什却没能带队夺冠 所以现在 怀疑他的能力 只要拿到冠军 一切都不会再有争议 泰伦卢在2016年 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而篮网对内的问题 也一直非常的明显 在篮网的内线 成为了球队最大短板 为了让球队的短板得以补齐 篮网在休彩期 引进了米尔萨普 阿尔德里奇 甚至连詹姆斯·约翰逊 都能够顶上四号位 可是在赛季开始之后 纳什却并没有让这些球员 在场上有所发挥 如果纳什是在 为季后赛打掩护的话 那么如今 这样的做法还为时尚早 毕竟常规赛前期 是球队练兵的最好时期 可纳什却一味地 错过这个良机 缺少了战略上的调整 使得纳什只能将重任 放在核心球员身上 而在欧文缺阵之后 纳什在进攻端 只能仰仗 杜兰特一人 就表现来看 杜兰特如今场均28.9分 8.1篮板 五助攻的表现足够好 甚至他41.7%的三分球 命中率 还创下了职业生涯 第四号成绩 可是在杜兰特高效表现的背后 所掩盖住的 正是纳什战略上的调整不足 以及蓝网进攻端 无人可用的缺陷 长期以往下去 蓝网即便进入季后赛 恐怕也不会有太好的成绩 从上赛季开始 纳什就将小球战术 作为蓝网的主要战术 可是他的小球战术理念 仍然是依附在恩施 德安东尼的小球战术之下的产物 纳什从来没有将自己 对于小球战术的真正理解 加入到蓝网的战术当中 这也是为什么 纳什在使用小球战术之后 却始终没有让蓝网 有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的原因 纳什不仅对于小球战术过于着迷 而且在比赛的关键时刻 他也不知道 应该将关键球交到谁的手中 无论杜兰特还是哈登 都是联盟现役最好的分手 但是当蓝网进入比赛的关键时刻之后 纳什并没有为两人 安排足够合适的战术 只是单纯的将球交到蓝的手中 利用两人的个人能力去解决问题 这样的打法能够奏效 但是并不一定会奏效 如果纳什想要在蓝网主教练的位置上坐稳 那么就需要做出更多的改变 当然他也有所想要改变和主动的进步 但是目前来看成果依旧不够 而且在所有球迷心中 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蓝网主教练纳什到底是教练还是观众 我想球迷朋友应该会有这样一个疑问 先不谈纳什的指教水平 只看蓝网落后时 纳什的反应就足以说明一切 首先我们都知道 像杜兰特这样的顶级球员 他在场上可以做到收放自如 即使球队落后 他仍然可以自我调整 但其他球员呢 尤其是哈登 他并不会打逆风球 常规赛至今为止 不可否认 哈登打了两场好球 但杜兰特的表现要比他更好 这样蓝网才能勉强赢球 其他的比赛 要么靠杜兰特斯身降临赢得比赛 要么就是出球 球哥认为 最大的问题在于 主教练纳什对于比赛节奏的把控上 球队落后时不做观众 喊一个暂停 或许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 主教练纳什在球员时期 就是以快著称的 但是蓝网目前为止 能做到纳什巅峰时期表现的后卫 还没有出现 也就是说 哈登现在的表现 和纳什巅峰时期 还有很大的差距 纳什不能以他为参考 来制定蓝网的进攻体系 纳什需要把握合适的时间 球队落后时喊一个暂停 打乱对手的比赛节奏 这样才可以从真正意义上 帮助蓝网 还记得 波维奇老爷子 刚刚喊完暂停 暂停过后 球队表现依然不佳 他会继续再喊一个暂停 我想这就是一个 优秀主教练的高明之处吧 而对此 纳什显然做的不对 在很多人的心中 都会觉得 如果蓝网队 想要争取 重新进入争贯行列的前列 那么执教水平不行的纳什 很可能并不是一个 最佳的教练选择 以上就是本期 球学家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球哥的影片 就请点点订阅 要想看球不糊涂 订阅球哥不含糊